大家好,我是痛風老貓,一幫女子 這次我們又來到四鈴 不是四鈴 哈哈哈哈 還有夜市特輯 今天我們來到古早味的夜市 邦嘎夜市 這次要逛邦嘎,我邀請了一個好朋友 來跟我們一起話 所以大家期待,我的朋友都很好笑 這個,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榮獲2013教育時期改魔獎的 黃黃與黃老師 哈哈哈哈 誰?你怎麼會查到這些事? 芭蠟女教師 大家好,我是 新北教母 哈哈哈哈 校園女王就好 有一對學生 如果這集拍得好的話 你們才看得到 如果這集老師太麻辣 你們可能不能看 對,就點掉 你們可能 行程警告 芭蠟沒有先跟我說 芭蠟說 嗯,今天日子不錯 幫你兩個骨丁好嗎 然後就嘴巴張開看的時候 合夥 合夥禮拜五要拍榮熙 芭蠟就說 你又不是主角 沒有人會看你 她就答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笑起來很僵硬的話 會很像打漏毒的感覺 但其實我沒有 然後我是很真誠的 就像這樣 呵呵呵呵 今天講什麼笑話 然後你這樣笑 呵呵 大家都是真的好嗎 真心的 那你準備好可以爽吃了嗎 我可以了 那我們一起爽吃 那你一等 坐吧 打開 二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是東港鰭魚串 我跟你說東港鰭魚串是萬華最好吃的 勝過贏過東港 剛剛我聽到有人說 東港來的咧 我跟他們說我還是我們萬華最好吃 跟阿姨講 你吃吃看 但是吃之前 這個是甜辣醬 這是芥末 然後這是胡椒粉 我自己是會加甜辣醬加胡椒粉 但是有人介紹一定要加芥末 看你喜歡 我不要 我不要 那可以那樣什麼 對啊 我只要兩個大隻再給你 阿姨有東西 阿姨是阿姨大的 阿姨大的 阿姨大的 好香喔 它外面是脆的 裡面很軟 還有包蛋是不是 對 阿姨超大 阿姨太大了 阿姨在雞腿啦阿姨 阿姨是雞腿阿姨太大 阿姨謝謝 一般的 燒帶的 你看我的臉 這真的很大耶 跟著臉要長耶 嗯 欸很好吃耶 這間是我每來必吃的 它的魚漿裹在外面 然後它裡面塞水煮辣 它會炸兩次 阿姨會放一堆油鍋裡面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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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鍋的時候再丟到第二次的油鍋 搶酥 讓外面脆脆的 老師你吃得很快耶 我在學校 30分鐘要吃完兩個便當 不是老師這你的問題 為什麼要吃兩個便當 這間就是一進來一定要先吃這個 其他人都不要被誘惑 吃一隻這個 然後如果你朋友跟你說 欸我們可不可以合吃一隻 沒有 沒有這種事 一個人要吃兩隻 對 老師的第二隻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沙茶魷魚串 我就是有時候很想來一盤魷魚蒜那種 老師你會嗎 我不會 可是每次一盤不是都一兩百塊 然後遇到老師這種朋友 又不想跟你合吃了 我就那種一串 35塊 就可以吃到 好便宜喔 超便宜的 有沒有韓國魷魚翅 然後 對 它裹上那個蒜辣醬 老師你不要吃下去嗎 哈哈哈哈 麵有難色 哈哈哈哈 老師我教你拿整個抽起來 很大塊然後很脆 但是它又不會很硬 嗯 對老師那種打鼓聽的可能會有點硬 它沒有很硬 如果很硬的話我就是咬不動 魷魚蒜一定要有這種大蒜 你可以點它有一般的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只有魷魚的 嗯嗯 然後這個是蔬菜的 芹菜 洋蔥 跟大蒜 最好吃的地方是它的蒜醬 嗯 要點辣的 辣的會有蒜頭跟辣椒的味道 它不會很辣 我剛剛看到蒜頭在上面 白滿滿的 盛放在上面 超美 老師是國文老師 我最想要問國文老師說 有沒有兩個成語是形容 東西好吃的 嗯 山珍海味令人垂涎三尺 老師講得很好 這就是山珍海味 但是是庶民小吃 沒錯 哇 美好的味道提顯而來 真的是讓我 再三回味 嗯 不行 不夠好 不夠 你這個會被老師全起來 我本集C 這樣的生命力 在我的心中 突然爆發 不是 老師 C 這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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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口蒜米是會吃不下 我的牙齒包能不能一次問他們的牙齒包 我可以拿我的食物剪刀嗎 老師你這杯食物剪刀 你看老師的包 然後裡面掏出 食物剪刀 很好用 推廣這個剪刀 很好買 哪裡買 下你買 老師你很會使用這個剪刀耶 食物剪刀的廠商 帶走我們 我們可以所有夜市都帶出門 這對老師來說 前兩個都是塞牙縫用的 我牙縫現在很緊 我的蠻大的 方改夜市就是三條主幹道主幹道主幹道 一個是廣州街 一個是無州街 然後還有一條是華西街 這三個加在一起 夠你吃的了 就這樣子 你們聽這個廣播 我跟你說邦嘎地區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這個夜市 你剛有聽到那個廣播嗎 我有聽到 他就是有一個地方會幫大家點菜 你在那個外送平台上面點菜呢 談到那個廣播的那個人那邊 他就開始 喔誰誰誰點什麼 他就開始點菜 品極田不辣 品極田不辣 兩份兩份 他們就會聽到 老闆們就可以打包 然後就會有邦嘎這邊專屬的外送員 直接外送到你家 我的天啊 只送板橋一帶目前 特殊文化 好酷喔 我的萬華一定要喝的就是原汁排骨湯 所以大街小巷都充滿了原汁排骨湯 很多啊 妹妹會來補精力喝的嗎 補完精力喝就是要上工 妹妹要去哪上工 妹妹都是先努力的人 湯好甜喔 蘿蔔味好香 很濃郁 很濃郁 他真的很香 加上肉以後 那種濃郁的香醇的味道 好 來老師給你吃的 這不是我嘴巴咬出來 是在旁邊的 你吃吃看比較嫩 好 很嫩耶 你吃嗎 他香音有點出來 很嫩 有時候你會拿到脊椎的部分 也燉得很嫩 脊椎 就是在後面的關節 開始出來我讓他站起來 一個3D立體掃描背的概念 這邊就是肋排的部分 超大一隻喔 你看 這隻給你輕易多苦 就是咬大口肉咬得很熟 你可以吃得到它的肉汁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部位 可是你吃得真嫩 好嫩喔 入口即化 當台灣人真好 我沒有喜歡過排骨 然後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就是我吃過這個 我會覺得 排骨是我喜歡的食物 可是我以前從來不吃排骨 我覺得排骨很硬 可是家裡不是都會吃排骨湯嗎 我就會給我弟吃啊 家裡不是都會生一些 比較不得寵的小麵 沒有 這個蘿蔔是那種 很咬進去的 整個化開的真的 它這個湯真的很好 而且可以加嗎 免費的嗎 免費 我最喜歡這兩個字 骨頭蟹上面也有一間 然後是它的甜度 就是 後來你也知道這種 很容易有一些 我最喜歡看 我最喜歡看 這個時候 原本 在排骨湯的 讓老闆的氣氛出來 分開 和你Q的一間店 十幾年以來的辛苦 都在現在 原汁排骨湯 終於原味 原汁原味 老師 客家化版本 看到日本 排骨湯 跟 舌頭蟹 跟牧子 就流啊 流行 流到排骨湯 都好 免費 我 以關法的 排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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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脆喔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外面吃的蚵仔煎 都沒有這種脆皮系的 這個超讚 很像版頭外面吃到那個蝦餅皮 超透欸 我這邊鏡頭已經透透透透透去了 它的醬是這種橘色的甜辣醬 好好吃喔 這塊獎品有讚 這塊獎品有讚 這塊超棒 好吃嗎 好好吃喔 這家是我覺得 非常特別的蚵仔煎 我平常不太吃蚵仔煎 但這家好吃 它現在是我人生蚵仔煎第一名 一開始你會很想 一直吃外面脆皮 然後吃到中間的時候 你再配蚵仔 也非常好吃 這是不同的世界 對 像一般蚵仔煎那種QQ的 好新鮮喔 好吃請用成語形容 濃鮮河渡 肥美適中 鵝仔在嘴中 肥彈可破 要逼我到什麼程度 這個鵝仔煎 有沒有肥美 超大 超肥 超大 它是鵝仔煌的 對 雖然它有果粉 但是它還是非常大多 沒有在硬客氣 萬華這邊 非常多賣鵝仔的 喔我知道 吃了以後又可以工作了 還是我們 是一群叔叔伯伯們 他們是一群辛勤的工人 老師很敬佩 很肥 喔 酒的那跟香絲加在一起老師 你怎麼知道我在等 好香喔 而且它因為它有果粉 所以它就超級軟Q 它直接滑入我的喉嚨 我的牙齒 月光骨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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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喉嚨很嗨 我的骨丁都嗚 這就是我們要的 老師想吃的 我超想吃 這一杯哈杯吃的 不得了吧 我晚上吃的也不得了 我要加班 我要改作文囉 作文不要再亂寫了 拜託你們 我求求你們 老師要吃乾坑才能改你們的作文 哈哈哈哈 這上面撒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蒜酥 喔是喔 鮮顆配蒜酥是絕配 完全不行 不會加多一點調味料 它蒜酥本身就有味道 它堪稱是 海量女廚師 就是什麼東西 只要一份 它都會做成海量 因為我數學很差 我不會算 怪我高中數學老師 一碗湯圓 我只能吃六人份 我搞不清楚 他說要放那個什麼六人份的湯圓 我就放成六包 跑不到一個人可以吃多少 好 阿伯這樣吃整碗可以嗎 喝一碗鮮顆湯 再吃一碗這個 這個又是鵝啊 並不一樣 OK 欸欸欸欸 辛苦的工作 邊搬磚的時候 搬磚的時候 就變OK 很辛苦 孩子們是一個好好的工作 OK 老師覺得很棒 很棒 阿伯沒有很棒 要不要帶一棒回家 不要帶六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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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這樣子一碗 然後站在這邊喝 讓我們煞血為萌 唉 我失戚真多 哈哈哈 煎草是切長條狀的 然後很好入口 會直接滑進去 不會像那種方塊狀的 還要特別體決它 我覺得這樣很好喝 我覺得這樣很好喝 你說對於古丁的你來說 哈哈哈 我的古丁就是在歡呼 色牌古湯 然後吃的蚵仔 那麼多那麼 噢 充老的東西 我現在心靜自然涼 喝完這個 伯伯們都回家 哈哈哈 一般萬華人應該知道的都是 懷念愛玉賓 Google上面查不到這間 他就是在愛玉賓的隔壁 然後在仙草賓 50年了 我剛好問老闆 老闆說他不定休 運氣好就來一碗 下血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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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生炒牛肉 因為掛包沒了 所以我們就來另外一家 我也沒吃過 反正就吃吃看 老師不吃牛 暫時不吃牛 暫時不吃牛 祝我外婆身體健康 所以老師點了一個 炒羊肉 他的羊肉那個羊燒味很香 他就混著那個鍋氣 跟他那個青菜的味道 很好吃 而且真的他羊肉炒得 極了 我沒有亂講 羊真的很好吃 阿姨說 他們就是用生炒 像外面有些肉 會有醃過 阿姨沒有 阿姨說他們肉 就直接弄進去 他味道很夠 重點是鍋氣 因為那個火這樣 弄上來 阿姨說出來外面吃 就是要吃這個鍋氣 因為在家裡 他自己煮出來 對 我來吃吃看生炒牛 好吃的 別 沒有 外婆身體健康 他炒的是撥蛋 阿姨就是溜進廚房跟阿姨聊天就對了 阿姨都會告訴你很多很棒的事情 阿姨跟我說 他們夏天炒空心菜 水耕的空心菜 冬天炒菠菜 東南部比較多是用芥蘭 芥蘭比較硬 那菠菜阿姨的冷度弄得剛剛好 對肉非常好吃 這個爬飯很好吃耶 蒜味跟淡淡的沙茶香 我覺得很好吃 我們撿到飽 那些蠻好吃的 牛肉湯你就真足 如果想漱口的話 漱口漱口漱口 每一次來逛最後回去我都會買烤魷魚 阿姨說吃好玩的 攤位裡面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 不同種類 魷魚 醬烤 這種是壓過的 然後再上醬 醬香很香 烤起來會脆脆的 它有種甜味 因為它醬很甜 這種網狀的是外面會烤得酥酥的 是過年要邊打牌邊看電視邊吃的 你講得很好 碰 一開始我會被吸引上是因為這種 一小隻的牛肉 這種小隻的有5塊10塊20塊 其實我覺得10塊20塊吃起來差不多 我就大小吃的差別 然後5塊的我自己感覺比較硬一點點 對比較硬我就不勉強你 然後這種就是這樣 噢不行 這種是鹹的 它會越嚼越香 然後這種要吃一點點辣 第三種是我們沒吃過的 香魚片 隔壁餐介紹的 它這個是魚味比較重 這個咀嚼肌要很有力 真的 它在還沒烤之前的時候是半透明的黃色 像月光一樣的 這個真的是沒有古丁的 你怎麼會覺得硬 去其他夜市其實基本上你看不到這個東西 很少很少很少 我突然沒看過 蒙甲夜市就有一種古色香 大衣烤也開心 蒙甲夜市吃完一套 你最喜歡吃什麼 蚵仔 蚵仔 蚵仔這次有夠好吃 人生第一次吃到那麼好吃的蚵仔 但是排骨湯也很棒 二選一 蛤 蛤 蛤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根本不會來到這個各式各夜市 因為聽到舌湯 對對對現在比較老一點 聽到舌湯啊那樣什麼就會比較不敢老 可是其實我覺得蒙甲夜市超級好玩 最後給老師做結 老師用三個成語形容今天的總結 天奇百怪 包羅萬象 動蚵心弦 又會學起來了嗎 這些就是用來形容的 下次作業就寫這些 老師不能說你錯 六幾分 六幾分 OK 今天謝謝包羅萬象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吃完蚵仔還有感情片的時候 遇到很多好笑的事情 跟我們分享 就有一刻叫做張士之指法 就在講有一個人叫張士之 某天要審理一個案件 然後呢是有一個人躲在橋下 在皇帝出巡的時候衝出來 然後嚇到皇帝 然後學人就寫翻譯 他原本想寫的句子是 於是皇帝來了 我便躲在橋下 然後就寫成 於是皇帝來了 我便射在橋下 然後就 他就是 那個方便寫錯字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對對對 我就說 然後他說皇帝震怒 我在旁邊寫 當然會震怒 我把那個 他也不是故意寫的 因為他們考錯的格子要全部重考 然後就把那個社圈起來 然後打很多的問號 然後呢在旁邊寫格子 就希望他可以把他寫正確的句給我 然後打到他就射了一整排 他現在寫賭吧 他 因為 我嫌他刺不飄飄 他很公正的射了一整排給我 唉唷好羞喔 我很驕傲 我的孩子 很棒 我每次看到方便寫文 就寫那種關於學生的 你有封鎖的學生嗎 你的bass 我的學生在畢業以後才可以加我 然後他們在畢業以後 就會一直往前翻 一直往前翻 然後翻到就是可能某一邊 是破他的作品 他就會截圖說 女人你背叛我 那些bass就是朋友了嗎 我們都是可以和平相處的 黃老師 你說甚麼 我們有做錯的 比拔手 還要照顧 陳kk 我們要再看看 我們今天是一組的 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